主要我們講了兩個範例 第一個是加總1到99 1到1加到99要怎麼寫 所以一樣 未來你要寫App的話在兩階段 第一階段 就是思考畫面上面要什麼樣的介面 所謂的介面 英文就叫UI UI U的話就User I的話就Interface 那意思是說你要怎麼跟 使用者之間的一個溝通的一個介面 讓他知道說你要怎麼使用 當然這個UI的部分一定要越友善越好 所以友善就是 盡可能讓人家一看就知道怎麼用 當然是最好的 不要設計的太複雜 不然說人家看半天 到底知道怎麼用 還要想半天才會知道該怎麼操作 如果是這樣那個UI實在是太差勁了 為什麼因為 看半天還是不會用 這個UI實際上太複雜 所以你在想說那個iPhone為什麼會這麼成功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因素 就是它的UI設計得 非常的簡單 連小朋友都會用 這個UI的話就非常成功 當然 UI的部分 其實後來又演變 有一個新的名詞 現在你們可能比較常會聽到 就是叫UX UX的話 你說 老是UI 為什麼變X 這個X的話 實際上指的是 英文 英文單字叫Experience Experience是什麼 就是經驗 也就是說 User Experience 比User Interface 來得更重要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的體驗 使用者的體驗很差的話 那表示說怎麼樣 你思考的其實不是說很全面 只要怎麼樣讓人家覺得 使用起來很順手之外 又會覺得很貼心 而且使用起來除了貼心之外 感覺到溫度 然後讓人家感覺 這個設計者真的很貼心 面面俱到 甚至你會覺得感覺好像在使用App的時候 甚至會不會有那種談戀愛的感覺 如果有使用App的時候 感覺好像有戀愛的感覺的話 你這個App太成功了 OK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這個大概是誇示 怎麼可能使用手機App 有那種戀愛的感覺 那這個戀愛的感覺 只是一個 一個象徵意義 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讓你的這個使用者界面 能夠讓人家覺得恰如其分 而且剛剛好 然後 安排都很 很適當 OK 這個我想還是 需要花一點心思的 很多東西其實 你會發現一個東西的產品的成功 真的就是 所謂的那個 千錘百鏈 而且你會發現背後真的很多人非常非常用心 他其實不是說隨便一個東西就好了 而是背後 真的去思考 這個東西是不是真的大家都想要的 OK 那如果你每個地方都想到的話 那我想應該也就沒有失敗的可能性了 OK 所以一個東西要成功 真的我是覺得絕對不是偶然的 OK 或許有的時候有運氣成分在是沒錯 但是不是所有東西都是運氣 所以你說iPhone為什麼會成功 我覺得它不是運氣成分 我覺得它 東西 除了說它的那個 整體的 這個 技術 其實是很強之外 它的 UX 也非常非常棒 有沒有 就會讓你感覺 哇這東西 不是只有工程師才會用 我發現這東西其實 就是把它 它不是定義為成一個3C產品 我覺得 它應該是說把 這個 手機 除了3C產品之外 又定位成一個 什麼 我覺得它已經 慢慢提升到工藝的奇品之外 慢慢希望能夠再提升到一個藝術品的感覺 所以你會發現女生很喜歡用iPhone 為什麼 因為她拿到iPhone的感覺就是 很有溫度的感覺 如果你拿到別的手機的話 你會覺得 這手機 真的是給男生用的 男生就是 這樣子 那今天的話 也許接下來我們繼續再來看 所以上個禮拜的 1加299 UI基本上就是有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別的東西 就是標籤 然後輸入 結果把它顯示出來 有沒有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一個按鈕 不過其實將來 當然你們也可以思考一下 因為按鈕有時候很麻煩 甚至你 是不是可以把按鈕改成別的東西 甚至你可以不一定要輸入 用嘴巴講 可不可以控制 當然更好 這個我想你們自己再去試試看 那界面設計完之後 再來就程式 程式基本上 也還蠻簡單的 就是當按鈕按下去之後的話 然後做什麼呢 我們先初始化一個變數 叫ANS 它預設值等於0 然後呢 就是 把哪個數字加到哪一個 所以底下這個地方的東西 其實有點像一個負回圈 有沒有這個 這個裡面的範圍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負回圈 這個負回圈的話 就是1加到多少 所以這邊的話是來自於文字輸入盒 所以文字輸入盒如果輸入99的話 那他就會幫我把這個範圍的清單數字從123一直到99 然後每次增加多少 這邊的話每增加1 那如果你改成2的話變成雙數 變成 基數 13579 OK 然後呢 底下的話就是 做計算 所以 資料的得加 就這樣 OK 哪一個加哪一個 所以外面再加一個數學 然後把 ANS裡面的 0 加上 取得的 數字 所謂的取得的數字 就是這個i 所以你這個 那個數字部分你可以把它改成i 把ANS加上i 然後存到前面去 這樣的話就累加 所以這個地方累加就這樣寫 那最後的話再把結果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這邊 所以最後的話 就是把結果標籤 這個是標籤2 把標籤2裡面的文字 改成 他原來的文字 原來文字就是加總冒號 然後再加上ANS 那就會把 結果 給顯示出來了 所以上個禮拜 的程式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你需要做一件重複的事情的話 那其實就是做一個 4回圈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4回圈 OK 我是建議啦 各位將來如果說除了 會用這種積木式的做之外 最好也可以把那個 程式也寫出來那更好 如果兩個都OK的話 那以後的話 你們在 面對那個程式應該就相對比較沒問題 OK 那底下的話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讓出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再寫一個 這個練習的程式 比如說我今天 希望 橫向的好了 所以可能後面的話也許 把那個畫面改成橫向的 那我希望這個畫面 橫向之後呢 上面有個按鈕 介面部分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個按鈕 加上一個標籤 那這個標籤的話 裡面其實我希望顯示什麼 顯示那個99層發表的結果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OK 特別是這個99層發表 並不是說你自己把 那個自己打上去 1乘1等於1 空一格 1乘2等於2 一直到 9吧 1乘9 然後呢 再變2 一直到 9981 那這個的話呢 我們如果今天希望 裡面的 資料呢 可以透過那個App Event裡面的回圈 幫我寫出來 並且輸出結果到 這個 標籤裡面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OK 所以請各位先想想看好了 這個程式其實 這個是介面部分 介面很簡單 就是一個按鈕 加上一個標籤 OK 字的大小的話 可能不要太大 因為怕到時候如果字太大的話 這邊底下會放不下 而且畫面 盡量還是放橫的好了 因為放縱向好像寬度會不夠 所以把它放成縱向的 然後最後的話再寫個程式 OK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 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